瑞瑟湘妇女会与张廖简中卿会又再度合体 在乡公所前广场办理捐血活动 不仅是地方乡亲热情响应 支持赞助超过12种品项的捐血礼 还有民众是提供了摸彩品 供捐血民众来摸彩 而前来捐血的民众是络绎不绝 妇女会预估将会破以往的记录 瑞瑟湘妇妇所前广场的捐血活动 瑞瑟湘妇女会与瑞瑟张廖简中卿会合体 登高一呼 地方乡亲民众热情响应 消防队员更是分梯捐出热血 已经共同合办过无数次捐血活动的两个社团协会 这一次也获得地方乡亲的热情支持 赞助包括卫生纸、牛奶、麦片、口罩、洗衣粉等 超过12个品项组合而成的捐血礼 还有民众提供摸彩品供宣洩民众摸彩相当热闹 怎么会一直想说要捐血啊 就帮忙帮助血库啊 我是想说反正有时间我就过来捐啊 大家一起那样子也没什么 捐血如果是可以的话我就捐这样子 瑞瑟湘妇女会与瑞瑟张廖简中卿会 除了是开办各式相关研习课程情谊交流 对社会公益更是不落人后 这一次共同办理捐血活动 捐血民众若一不绝 两个社团协会也十分欢喜 也感谢瑞瑟很多善心人士也捐了非常多的东西 来赞助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捐血活动 所以我们有信心应该可以募到非常多的热血 也很感谢我们乡长代表会主席 还有我们副主席以及我们各机关社团 爱心人士他们都非常的有爱心 捐了一些解银品给我们 所以我们很感谢各界的人都非常的爱心 满满的真的很感恩谢谢 由于两大社团对地方事务的关怀 与爱心善举在地方备受肯定 因此这一次的捐血活动 地方乡亲民众也都热血响应 妇女会理事长林玉梅预估 今天捐血数量也将会突破以往上百代的记录 记者十一月蓝瑞瑞采访报道